你好,歡迎收聽人生RBG,我是DokePow 好久不見,已經三個禮拜,上禮拜剛好因為在忙自己的事情,所以沒有錄音 但書期已經看完了 那這本書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掌握市場收周期 那作者是Howard Mars 那經濟大師Howard Mars 相信大家就是有看過前一本書 投資最重要的事情應該都知道他是誰 那這一次他再次迎來這本書 主要是想要從周期的面向去探討關於經濟的循環 那經濟有時候其實就跟浪潮一樣周而復始的去拍打岸邊 那可能頻率不像我們就是敲擊海浪一樣就是這麼的頻繁 或是我們大概能知道潮起潮落的狀況 但你把時間拉長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就是 周期對於經濟市場運作的影響 那這本書呢我會透過就是 作者Howard Mars逐步的章節來分享他的一些 他寫的一些事情 然後還有一些個人的間斷看法 那第一個章節呢是為什麼要研究周期開中民意 那投資是為了未來金融做準備 是這個章節裡面所提到的一句話 那這樣的論述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嘛 在經濟市場內進行投資是對於未來的一個期待 以及預測我們才會去執行現在就是所謂投資的行動 那如果能掌握別人所不知道的事情就顯得相對比較重要 作者舉例如果是我們要從一個箱子裡面去取得 黑球或白球其中一個 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下 我們可能會去預判說好5050 有可能就是一半一半 這樣的概念大家可以理解 但如果我們能夠知道說就是 黑球白球彼此的數量 那我們從中獲得就是 我們猜中的幾率就會變得比較高嘛 那我們也會相對比別人更加握有這個 掌握黑球跟白球的勝算 那掌握周期的本質其實就跟取得這 黑白球的概念是一致的 雖然我們無法真的去得知 就是我們抽中黑白球的最終結果 可是假設如果我們已經知道說 黑球今天就是只有20顆 白球有80顆 那我們就知道說 抽中白球的幾率有高達80% 雖然很有很大的幾率 我們會去抽到20%那一邊 但這樣來看的話 我們還是有很大的 就是勝率可以去抽中說 我們就是白球80%那邊 我們抽看看 就是很高的幾率可以中 那如果我們能夠預判的話 這樣子我們就能在投資裡面 獲得比較高的成功幾率 第一個章節是關於投資的本質 做了在這個章節說明 那每一個週期都會引導到 下一個週期的事件發生 縱觀歷史我們會看到就是 A引導B再引導C的發生 週期並非單獨存在 那他們是互相依存的 歷史的結果我們可能會看到不盡相同 但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那從這樣的角度 我們來看待週期就可以知道說 週期是會一再出現 只是內容不跟過往的內容完全一樣 那週期又像就是剛剛說的浪潮一樣 一直在這反反覆覆 那表現的越加極端 那帶來的影響也會更加龐大 回顧我們2007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得到嚴重 相信大家如果那時候 還不是說非常年輕或是已經出社 像我們那個年代大概就是已經高大學 大概大概懂一點 所謂金融還是要帶來影響 那週期我們能夠看到卻無法掌握清楚 作者就舉例一個關於印度的故事 一群盲人摸著大象 會因為不同觸摸的位置 而有不同的回饋跟想像 那我們參與經濟市場其實就跟盲人一樣 我們無法掌握經濟完全的面貌 所以我們可能就跟蝦子一樣掌握經濟市場的一個部分 但是我們卻判斷說 這是經濟的整個面貌 所以這變得是有點危險 然後對於週期作者認為 在某些時刻週期自己就能反轉 不用去依賴外部的力量 就能夠讓自己驅動前進 那試著掌握週期就變得 是我們取比風險的一個方式 如果我們能夠大部分的掌握到週期的話 在預測一些即將發生經濟劇烈變化的時候 我們能夠做出預判 並且進行調整 讓自己影響降到最小 這是最終的可能 但真正掌握週期 我相信我們可能還是有一點難度 再來是第三章 週期的規律 那這個長期的作者要探討說 關於週期的定義 作者有提到說他與另外一個 投資公司的負責人 探討這關於週期的定義 數學跟科學都能夠對週期有一個明顯的結果 但是對於就經濟面來說 好像週期就不像是科學或就是 數學那樣子會有一個非常明確的 就是起點跟終點 很有可能是一二三十五六七八 那經濟的週期可能是一二三七 然後就然後這樣子一直循環 你會看到一個循環 可是那個循環不是固定的 那畢竟經濟活動的變化幅度很大 那能夠明顯看到週期循環的結果 其實相當少 從經濟週期來看 其實又會看到說 就是人類又左右了經濟週期的變化 那加上人類多半會將事情歸納 但從人的角度來說是其實有了難度 因為人是隨時都在變化自己的情緒跟心理狀態 那也會連帶影響就是去影響週期的狀況 第四個章節是經濟週期 作者將經濟週期略分為長期跟短期兩個部分 就長期來看週期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發揮作用 作者就有提到四次明顯的經濟成長 工業革命 引擎內燃機發明 電力時代來臨 加上第四個資訊時代 那從長期的角度可以看到週期有一個可以觀察的模式 但週期還是很有可能會被一些外在因素影響 作者有提到像是人口移動 技術力提升 自動化 教育方針 全球化都影響了彼此週期的循環 那短期週期就某些程度來說是更加無法預測的 作者引述了一句話 預言家有兩種 一種是無知的人 另外一種是不知道自己是無知的人 那再從我們前一個事件作者有提到 英國脫歐 原本我們心思探旦以為 英國是不會離開歐盟的 但等到結果出來 大家才知道說 哇 事情跟大家想像好像不一樣 所以短期經濟 很多時候我們會變成是無法預測經濟狀況 我們又怎麼知道我們俄羅斯北極熊真的要去打烏克蘭呢 對不對 所以這種事情我們是沒有辦法掌握 再來第五個 政府干預的經濟週期 經濟週期就會像週期循環一樣出現 但時間不太固定 一個原因可能是政府介入經濟週期的運作 作者就表示 自由市場很少有完全的自由 有時候因為特殊的情況 我們政府必須介入去影響經濟 那目前最能夠理解就是大家能夠感覺到現在疫情各國 都透過一些補助或疫苗政策拿去影響 就是拯救可能當地的市場經濟或者是調整 他們就是為了要讓大家可以回歸到正常生活的努力 那這也影響了就是整個經濟的運作 那對於作者來說 正常政府應該在有盈餘的時候 回收資金那一例週期的運作 但人性與時代的變化 讓這種關係慢慢變得少見 作者而言 政府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要控管通貨膨脹 對於不同時刻的通貨膨脹進行管理 這點可以在目前全球政府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能力進行管 相信有在關注經濟活動的大家都可以知道 美國現在連總會對於就是通貨的態度 所以可想而知的是 經濟週期有時候無法有效控制運作 那太多突發因素都會影響到整個經濟週期的狀態 那也會連帶影響到政府管制的力道 第六個章節是獲利循環 經濟需求跟獲利有相對的關係 那作者有發現到不同年份的獲利狀況無法平均的表現 不同的因素也會一日影響獲利的結果 大家可以就是想像一下 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 這幾個劇烈震盪的年份 你會看到它每一年都表現得非常極端 可是你把它平均起來 你會發現說好像沒有這麼的大 可是你把它再攤開來看 你會發現說事情好像有跟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 那作者從幾個產業面向來看就關於獲利的影響 日常的服務比較不會被經濟影響 那作者就有提到 像一般理髮服務 就不會因為市場情況而有劇烈的變化 挺多就是說 我今天頭髮就是留長一點在剪 但是這個需求始終是存在 交通運輸一樣也是 那餐飲藥品這種必需品 也不會反映在經濟的變化 因為這都是日常所需 那工業的獲利就有可能跟經濟高度聯動 需求若是降低就會影響到相關產業的需求 那進而影響獲利 科技衝擊也會影響獲利的可能 那作者就有提到過往報紙 其實是有很強大的護城河能力 那巴菲特以前也有買過報紙的股票 那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說 就是報紙是被受投資界喜愛 可是科技影響 讓資訊現在變得大部分是相對免費 那報紙就被迫說 活力大幅跳低 那所以就可以看到說 科技改變了獲利的循環有可能會發生轉移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覺得會獲利的東西 當新的科技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關注一下自己 本身在投資的狀況是不是會造風到影響 第七個章節是關於投資人心態的擺盪 那就作者所述 周期就跟鐘擺一樣會在兩邊的高點來回 在重點的時間就相對比較少 大家可以去想想看這種鐘擺的那種移動幅度 應該就可以感受到 作者現在所表達的這種狀態 那投資人的情緒也會跟著市場周期去起伏 那鐘擺的狀態 彼此來回又給下一次擺盪更大的動能 那投資人的情緒就在這兩者高點裡面 一直擺盪 高高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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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進而表現出影響我們下一次的情緒樣台 那情緒在作者裡面又分成就是絕大部分的兩種 像是貪婪 對應到恐懼 那樂觀對應到悲觀 那情緒 對應到多疑 那賣 對應到賣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作者很難保有理性 對不起 投資人很難保有理性的思維去面對投資的環境 不同的投資情況我們可能會保持熱觀或是悲觀的情緒 所以作者建議我們應該當個客觀的投資人 而在這作者更認為如果你缺乏情緒的話 你在投資市場中反而是一種禮物 所以如果有些人沒有什麼情緒的人 那如果他去投資或許他或許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那麼第八章就是應對風險態度的週期 那作者從金融風暴的前後來看待就是對於週期的影響 那風險是作者上一張 對不起上一本書所提到一個核心的概念 那情緒也跟風險有著異存的關係 市場樂觀的時候多半都願意加大風險投資 而在市場下跌之際 我們人類又會選擇保守作為去降低投資的幅度 那我們能做的基本上就是保持樂觀或是悲觀 好像沒有第三種或是比較偏向總理的選擇 那作者認為投資最大的風險就是相信沒有風險 所以意識到風險存在是變成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 有時候因為我們就是在市場環境過度樂觀的時候 我們反而會去忽略風險的存在 所以鐘擺開始擺向另外一邊 金融風暴的前戲我們可以看到投資市場是相當樂觀 而且普遍就是願意加大投資的幅度 那誰都能去貸款獲得一個房子 然後使得整體環境在樂觀中成長 那進而去醞釀風險然後去引發危機 那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後 我們反而可以看到多數民眾情緒失落 那對於投資保持一個審慎的態度 那並且有些人會激度會去懷疑說 在投資是一個不好的行為 那這時候鐘擺又來到另外一邊的高點 從這樣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到說 人類對待風險也是去 也是具有週期性 第九個是關於信貸的循環 那信用貸款的循環也就是跟週期一樣 會出現在兩個極端面向 在一般景氣良好的時候 通常能夠取得比較寬鬆的資金限制 那取得良好的回報 那就會去加大那種 就是取得信貸的意願 那銀行也願意去提供貸款給貸款人 那有時候為了搶的貸款人也會放寬標準 那等到週期慢慢走向中白另外一邊 景氣開始變差 慢慢出現違約或一些比較 就是負面的情況發生 那銀行也會預期說 未來的狀態並不是比較理想 他開始緊縮放貸的標準跟金額 那這個時候信貸又落入到中白的另外一邊 那座子在這裡就表示說 通常最差的貸款就是在景氣最好的時候辦的 因為這個時候經濟已經要走向中白另外一邊 那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其實信貸 某種程度上它是景氣循環的一個領先指標 第十個是所謂的不良載週期 那作者的專業領域就是在這個不良載週期的事件 那不良載週期在景氣最差的時候去收購 能夠達到最好的獲利最準 所以從這裡可以來當作重整的時間 去減便宜的話會得到一個不錯的獲利 那過往又加上不良載比較少人知道 所以讓作者變得說他有一個獲利的空間 所以在週期循環的過程中 如果你可以提早一些別人不知道的事情 或方向的話 那你越有機會去提早獲利 那觀察週期的每一個事件 我們又可以知道說 因為每一個事件會引導到下一個事件的發生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到說現在眼前正在發生的狀況 會不會去造成說我們預想的一些情況發生 第十一個是房地產週期 關於房地產週期 作者表示跟其他的週期其實也有大幅的聯動 因為畢竟你購買房子就需要貸款 貸款剛剛就有提到 所以這樣的關聯性 作者就是有提到說 他是一個相當就是有連結性的一個循環 那建商就是房地產的建商 也會依照景氣去評估說 是否要去建造房屋出售 那作者在這就表示說 如果是在景氣最好的時候蓋房子 有一定有機率會在完工後看到 這些景氣衰退導致出售抵迷 那金融海銷就是由這些所謂的刺激房貸所引起的 所以作者就表示說他的擔憂 某程度上是有根據的 不過近期我相信台灣人很難去體會房價 將會有下修的狀態 我相信亞洲文化對於房子 好像又有另外一種思考模式 就華人 所以短期內我覺得要看到這個房價 能夠在我們這座島上看到修正的話 我覺得是相當有難度的 那作者另外也有表達 就是從數據來看的話 只有近年來我們才會看到說房價會有大漲的一個預期行李 從過往歷史數據來看 其實房價沒有多大的成長 那第十二個章節是總結所有的週期 就是所謂的市場週期 那綜合前面所說的一些週期的一些互動以及聯動 那作者就歸納說 這個章節呢 其實應該要聚焦在人的身上 市場是具有週期性的 主要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在於人 那人是不理性的動作 會有自己的判斷或是思考 情緒跟心理反覆不斷的變化 縱觀歷史我們會看到說歷史的事件會不斷的重演 給了我們一些相似的參考可能 但相似的事件產生的因果 其實某種程度上並非完全的相同 人的情緒影響自身 那又連帶影響了經濟活動 那作者就有提到 如果我們很我們通常大部分就是很難接受說 朋友在賺大錢 然後我們自己在那邊拿著現金乾傻 就是乾傻瞪眼這樣子 然後就很自己就會有時候 有些人就會恨自己沒有加入 然後就決定上冊 可是上冊時間點通常都是 已經晚於正在賺錢的周遭的朋友 所以時間的因素 也有可能讓我們從獲利的人變成虧損的人 作者就有提到就是物理學家牛頓 像牛頓大家都知道是誰 他在南海泡沫虧損的時間就可以 讓我們看到說 縱使是歷史偉人 在經濟市場去投資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是遭殃的 那在章節有一句話 就是讓我印象比較深刻 雜貨等到結束時 才做跟聰明人一樣的事情 所以某種程度來看 你會發現說時間點是一個 就是非常重要的key point 就是早做晚做不如做的腳 那第13章我們要如何去應對市場周期呢 那我們從過前面的一些章節去 大概能夠知道說 做者對於周期的一個看法 那我們更剩一層思考是 我們要如何去面對這所謂的周期 做者表達一些簡單的方式 先理清說現在目前所在的周期位置 評估是上漲還是在下跌的周期循環內 那大概理解市場目前的熱度 去判斷可能的情況 透過質化與量化來去評估目前所在的位置 那人的態度在不同的周期也會改變 但我們仍要小心時的萬年傳 反向思考是個方向 透過別人的認知反向操作 或許有可能會得到跟別人不一樣的獲利 但市場其實就是沒有我贏的投資 有時候就是真的很難講 有時候眾人瘋狂的時候 也要注意是否是被情緒牽動 作者就有提到 你不要明知國王沒有傳心 也不要認為他有傳 因為這是有點瘋狂的事情 那在面對市場周期 作者就是有提到說 更加要去評估所謂的兩種風險 也就是虧錢的風險 以及錯失投資機會的風險 如何在這兩個風險中拿捏 也是考驗著我們自己本身的智慧 第14張 周期的定位 那作者在這個章節 就是有提到關於成功的上個要素 那就是讓我們對於周期的定位 有另外一個看法 那積極實際以及技巧 是讓我們能夠在市場定位 然後走向成功的一個助力 所以我們必須比一般人更加去了解 自身投資商品的內在價值 你才能從這個周期定位去找的時候 他現在可能是要上漲下跌這樣的狀況去做 你的經濟活動的一個判斷 那第15張是關於應對的極限 對於周期來說我們禮當有一個互動以及處理的準則 我相信大家可以認同這樣的態度 那作者表示說我們在定位周期的時候其實是非常困難 短期更難看到說周期中擺的走向 是要走向上漲還是走向下跌 而且過度的提早判斷周期 縱使結果是正確的 對於作者來說也是無異於犯錯 其實剛剛我們就有提到 就是 時機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key point 那應對周期作者認為是準備大方向的周期就好了 那什麼是所謂的大方向 也就是所謂的科技泡沫 就是2000年的 還有金融海嘯等級的 然後還有加上可能現在就是 COVID-19 2022 2020的這種等級 去做應對就好了 掌握這些不常出現但劇烈的周期 那我們可以避開極端的虧損 或者是劇因的可觀的獲利 那在這張解決句相當重要的話 訣竅是設法活下來 記得一定要先活下來 這才是最重要的 在經濟市場 那第16個關於成功的周期 縱觀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稱霸一方的企業或是產業 那因為時代的進化被寫入到歷史當中 作者也有提到就是關於一個 就是全 全路公司 那他們就是從 就是獲利可觀到一路走下坡的故事 那作者有表達說就是成功 在某種程度上他也是具有周期性 並非成功之後就能夠一直永遠持續說 我一直都能成功 在時間以及人性的其他因素的交融下 成功可能只是一時的談話 所以作者警告說如果持續的成功 反而會讓我們誤以為自己是很厲害很聰明的 這可能就像這走向一個比較危險的局面 那回到投資領域我們會看到一些短期 投資翻身的成功人士 那對於這樣的人來說就是某種程度上就是運氣 但我覺得他們 如果可以把自己歸納在運氣比較多的時刻的話 我相信大家比較能夠接受 有些人就是 會把那種運氣歸納說一些寫出一些依據 可是我們會覺得說就是黑人問號 因為作者自己有表達說他某種程度上一路走到現在 多半還是透過一些運氣來讓自己走到現在這個地位 所以像作者自己就有提到說關於運氣的重要性 所以對於一些情況我們還是要保持戒心 實施關注我們的表現 不要因為說自己突然來就是來一個爆磚一匹之後 然後就開始自己目中無倫或是什麼 成為自己就是什麼經濟大使 我覺得這某種程度上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就是運氣比較好 真的就是 那個叫什麼 倖存者偏差 對大概 希望大家不要這樣 好 第十七章就是關於週期的未來 對於週期的掌握程度就會影響到我們投資的結果獲利 那越能掌握週期的人就越有機會獲利 但掌握週期始終是個終極議題 相信大家都能夠認同 那因為週期跟人某種程度上有大幅度的關聯性 讓我們更難掌握到關於週期的頻率一些狀況 那人本身本來就是一個不科學的存在 那我們又該透過如何的方法去觀測這也是一個課題 那經濟體系也就是透過人類所建立的 人類的參與也就更加影響了週期性的運作以及經濟體系的展現 那閱讀到現在我閱讀完這本書我反而覺得說就是 如果他掌握所謂的週期的話 我們應該要對於人類有一個更深的了解 理解人類的運作或是一些心理情緒或是等等的狀態 某種程度上可以讓你對於週期的掌握有一個更好的幅度 那你也可以從另外一個面貌去理解經濟運作的樣態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心得跟看法 那這本書對於我來說就是非常推薦給大家來去做閱讀 不管你有沒有在投資或是你準備要投資 我都覺得這本書就是可以看過一遍 好,感謝大家這次的收聽 我們下次見了,掰掰 掰掰